中国可能已从南海永兴岛上移除导弹系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日的报道迅速在国际媒体上刷屏 这一判断据称是由以色列情报公司图像卫星国际的分析做出的 至本报7日晚节稿时 中方未对该说法做出回应 这则报道激起外媒的极大兴趣 各种猜测满天飞 中国军事专家李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撤或不撤都是我们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 外界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CNN报道称 图像卫星国际之前的图像显示 永兴岛北岸新增两架导弹发射器 旁边还有一个雷达装置都被伪装网覆盖 然而 在3日的最新卫星图像上 该岛上的导弹及伪装网都已经被移除 该公司猜测 这些装置现在已经消失 这可能表明北京决定将其转移 或重新部署到南海其他地区 该报道说 其他分析人士赞同图像卫星国际的说法 称这可能是因为上述导弹 不适合部署在受盐水侵蚀的地方 被移到其他地方或者进行维修 两名美国防部官员则认为 中国完全拆除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极小 相反 美方估计 中国可能把导弹系统藏在建筑物内 类似事件几年前就有 美媒当时就吵过 礼节7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像这种导弹设施 肯定要定期进行检测 检修和维修保养 特别是南海地区 属于海洋性气候 湿度和炎度比较大 设施零部件会遭受到一定侵蚀 需要定期保养 也存在要更换的情况 但也有观点认为 这是中国的试探之举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军事专家的话说 鉴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 直接对峙不太明智 最好是进三步退两步 竞争局面过后再决定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称 尚不清楚这是中国演习训练的一部分 还是对美国阻止中国南海军事化的一种回应 此前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向中方发出警告 中国会因为美国的警告撤掉部署在南海岛礁上的导弹吗 李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都已经划定 永兴岛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 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导弹 不是美国说两句我们就会撤的 要撤的话 也应该是美军先把在关岛上的驻军和军事设施撤下来 李杰说 针对美国的这种做法 我们该针锋相对的时候就针锋相对 中国把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 到那时候美国就没话可说 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们不惹事 但也绝不怕事